好 鳳凰颱風持續的往北走 那么双北市虽然现在呢 风雨都还不大 但是已经宣布要关闭道路跟水门 我们再来看到新北市呢 将会在下午的三点钟 封闭市峡横移门 提外便道 请民众尽速的离开 而另外在台北市政府 在上午呢也宣布 中午十二点钟就会关闭水门了 如果车子没有移走的话 等一下一点钟就会进行脱掉 那么三点则会完全的关闭水门 提醒大家赶快把你的爱车移走 而另外北市在早上九点 也开放松山区 士林 万华 跟大同区水门周边八公尺内 红黄线是可以停车 那么有关台风的相关讯息 我们随时的提供给您 受到这个凤凰台风的影响 到今天上午的十点开始 这个统计受影响的航班 一共有97班 那么其中出境取消46班 延误的有两班 而入境取消的是45班 延误的是4班 好